你们四个孩子都在家里教导 所以特别会面对不同的孩子个性 学习能力 那这方面有没有什么 一些你的经验可以告诉大家 那更好 这家教育就是因为孩子都不一样 你才能够因材施教 你到学校可能就更难 因为学校都是套餐 对不对 所以呢 是的我们每个四个孩子都不一样 他可以就选择不同的乐器 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些活动 所以你就是按照他这样 然后你去调整 那当然信仰这些是一致的 所以你在家里也好 你就是要看到孩子的兴趣是什么 然后你就去鼓励他培养他 所以我是个孩子 觉得专业都不一样 所以我不晓得你是说 有什么特别在这里 你就是要发掘孩子的喜好是什么 他的兴趣是什么 然后你去鼓励他往那个方向走 所以父母是要 我感谢主我的太太 她是真的花了好多精神 在我网路上或是去找一些资源 然后呢 让他们有更多学习的这些机会 谢谢 有一个问题是说 孩子是上在国内 是公立学校 然后开学了每天都很紧张 他是初二的学生 所以他周主日他也不愿意去教会 所以这些不愿意去参与教会的孩子 那怎么处理呢 我想就说呢 在执行他们去教会之前 你有没有在家里跟他们谈信仰的事情 你有没有把信仰先能够跟他在家里谈 就比他那么大的年龄了 孩子小了你可以说就带着去对不对 可是孩子这么大了 你是没办法强迫的时候 你就是要把信仰能够活在家里面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要邀请人说 就去教会就教会 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如果就可以带他们 你就可以自己传福音 你就可以在家里来谈这些事情 这是我觉得我们教会应该能够装备信徒 更多能够来做到这些事情的 而不是说邀请人的教会 其实这些很多应该是信徒可以这样做的